對於香港的國際形象, 這裏都是我自己作為香港人 對著流動媒體講些對香港人的說話, 我想重要的是香港人本身對著外國人 如何估計自己是一個什麼的香港人, 沒錯,我自己也有日本朋友, 有英國朋友,有台灣朋友, 他們都是僅僅從媒體去認識香港是什麼的, 不過我都會有一個憂慮, 我都講完先, 譬如說我一些人跟人的connection裡面, 人跟人的聯繫裡面, 我真是認識到有兩三位的教通式科學老師, 而事實上他以前就是我的學生, 他們都走了,至於為什麼要走呢, 我又不想在這個平台說, 為何引起不必要的爭執, 跟今天的主題無關, 但他們走,往往大概可以在這個平台講的東西, 他們不知如何再present出來, 第二是留在這裏的人怎麼做公民, 這是有困難的, 我也想如果有一些有權力的人士, 注意我們現在這個平台都聽聽, 就是老師是有困難去表達的, 因為事實上對一些公民身份的東西, 因為社會議題每日都出現, 而公民身份的體現是如何去面對回應, 或者冷處理或者熱處理社會議題, 你才體現到公民身份, 老師就不知如何教小朋友, 或者教青年人, 所以在困難下, 當然他有自己個人的考慮, 所以就走了, 走的意思我講是移民, 另外一件事我都鼓勵如果現在這個平台聽聽的話, 尤其是年青朋友如果你讀大專或大學的話, 其實我見到這件事雖然我在自知院校教, 我也有朋友教UGC Grant那類的大學, 其實這些大學裏面要回應政府要求的國安教育, 連我的教育都將會有國安教育, 那怎樣做呢? 你有機會再去我的院校, 大家看完了,不講這個位置, 但同時間自知院校和政府資助的院校, 其實我見到一件事實繼續發生, 一,這些國際交流那些, 例如年二、年三學生交流是沒有減到的, 甚至結合多了, 不過大學有個困難就是現在又要回應政府的要求, 怎樣在內交裏面去大灣區、北京、上海交流, 要做多些這些事, 所以我鼓勵年青朋友就說, 香港人在國際那個形象, 其實視乎我們走出去做交流, 或者移民的香港人也好, 你怎樣表現出來, 因為這個位置我最後回應就是, 近年一個月我都看多了很多YouTube, 就是香港人在英國、澳洲、加拿大那些生活, 而事實上我看很多香港人在英國的YouTube裡面, 有討論被歧視的, 但他們都提出的東西就是, 很多時候香港人的形象在英國人心目中, 其實都有些英國人會歧視香港人, 覺得他們過去炒他的樓, 甚麼都貴,地方租又難了, 因為多了香港人, 推出倫敦、百明罕, 慢慢到這些地方租立, 有的, 但更多就是當走出去時, 我們將我們的實況和我們的言語, 學習用他們的言語概念表達我們的狀況, 其實是得到被理解的, 慢慢那些所謂racism discrimination的東西就沒有了, 所以我強調就是, 政府繼續做大外宣, 我們香港人擋不了, 就由他做, 不開心的就是用我們交的稅金去做他的大外宣, 但我們可以掌控到的東西就是, 遲早一天關口繼續開時, 我們就會出去去旅行的, 香港人開心點你就去旅行, 不過你可以多些跟他們講一下我們香港的現況, 根據我們自己的生活狀況, 就是這樣, 不需要說太多意識形態為免, 就是引起不必要的政治爭執, 我覺得最自然給人的形象就是, 你自然流露回香港人怎樣生活, 這就最簡單, 我講到這個事情, 稍稍補充少少, 就是你真的提到的問題很好, 兩個部份的, 一個就是現在這樣, 民意調查裡面香港人對外國政府普遍的認同下降, 反感多了, 會有什麼影響呢? 會不會影響香港國際地位呢? 我的感覺我也都八卦, 周圍問問外國朋友、官民等等, 我發覺有一點很有趣的, 就是其實外國人不是怕香港人, 他不會因為看到這個民意調查, 香港人對外國反感多了,好感下降, 他不會覺得這樣害怕香港人, 他害怕的是官,是有權力的人, 所以你說雖然得到這樣的結論, 但外國人或者外國政府, 他不會受這樣的調查, 而感覺到香港人憎他們, 他亦不會憎香港人, 他們怕是有權力的人,尤其是政府, 因為他們在香港, 你說不要講得那麼偉大了, 為錢可以賺錢, 歷來都是這樣, 港英政府年代都是這樣, 什麼時候因為香港的民主, 而他們來香港做事, 歷來都是這樣, 但現在他們感覺到實實在在的壓力威脅 以至安全是來自有權的人, 其實國安法老實說也不會針對他們, 執行起來不會針對他們, 國安法是針對三類香港政府處理不了的人事件, 這不詳細說, 所以外國人只會感覺到你有權力的來源, 運用他的權力, 施加在他們身上, 他們怕就怕這樣, 所以你看到外資走, 他覺得他其實掌握不了你的線在哪裡, 你覺得隨時, 他說你犯罪你就犯罪, 這才怕他怎會怕一般老百姓隨街打他, 不會的, 所以這一點來講搞清楚, 即使民意調查講, 是對其他政府反感增加等等, 不會影響外國人對香港人的觀感的, 只會對香港有權, 政府那些觀感又會有影響, 第二,大家有沒有發覺國安法執行到現在, 其實用國安法來捉的、拉的、審查的, 其實都是本地人, 有幾多個外國人純外國的, 即不是只有外國籍的香港人, 有幾多個純外國的被追究的呢, 大家看,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記錯, 好像沒有,最多是趕走, 最多是不讓你簽證, 好像外國記者協會, 他不讓你簽證你走欄, 好像沒有拉過, 我發覺究竟說明什麼問題呢, 我暫時沒有結論, 我又不否定國安法格, 只不過說不要給人一個感覺, 你是借外打內, 這個到最後呢, 我經常講,香港人不會是不愛國, 香港人不會是官方所講的, 就是勾結外國勢力等等, 香港人其實在這些問題上已經很清楚, 但是關鍵就是說, 大家看到官方那個矛頭很清楚, 矛頭針對外國,沒有人反對的, 但是拳頭打在香港人身上, 矛頭跟拳頭的關係是這樣, 我經常講,你能夠拿到民心, 然後大家真是同心同德, 團結一致,一致對外的, 你對自己人好的,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做到的, 現在問題是你給香港人沒有這個感覺, 如何先去凝聚內部, 然後一致對外呢? 這個是官方要好好思考的問題, 而不是外國看見你民意調查, 香港人對外國反感, 於是你便借勢, 外國也是衰, 你越是這樣, 是做不到凝聚內部, 然後矛頭一絕對外, 後果做不到, 只會覺得你拳頭打在自己人身上,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補充, 真的我經常講, 聽到之後做不做呢? 不知道的, 也不要有什麼希望, 所以這就是矛盾循環所在。 好,時間差不多, 會不會有傳媒朋友, 有最後一條簡短題文?